中共转官媒,借采访探口风,瓜伊多这番话马杜罗要选,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王尽快与北京发展关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王贵德,向中国承诺,他将信手双边协议并表示,准备尽快与北京展开对话。 香港的南华早报星期六报道说,瓜伊多前一天,在接受该报独家采访时说,他愿意与中国发展建设讯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并承诺中国将继续在委内瑞拉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瓜伊多本周早些时候,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国家承认他为临时总统或者承认国民议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权力机构。 在另一方面中共至今仍承认,已被美国政府称为前总统的马杜罗。 瓜伊多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直接目睹了马杜罗政府,是如何掠夺了我们的国家财产。 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发展项目,同样受到了政府腐败和债务违约的影响。 中国过去十年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00亿美元以上贷款委内瑞拉,一向以石油还债。 但至今上限北京约200亿美元,瓜伊多在写给南华早报的电子邮件中说,他的新政府将履行所有跟中国签署的,得到国民大会批准的合法协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